非常謝謝剛剛張教授精闢的分析 那我覺得其實有一點 我覺得TWF非常有共鳴就是說 堅住自住者 那剛剛其實張教授也從 數字方面也跟我們講到說 台灣目前的現狀 那國際上面它其實是一個現實主義 如果自己不幫助自己 那我們很難期待外面的人 來代替我們做決定 或代替我們把事情做好 那所以我想就是 就是剛剛其實每一位都講的意猶未盡 我也相信現場的聽眾都覺得 到結尾Ending的時候 都還想要再多聽一點 所以我們今天的安排 其實留很多QA和互動的時間 那我們先就把這個時間 就是稍微現場的朋友 是不是有朋友要提問 如果前輩可以稍微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黃文辰 大家好 我今天來我們參加 參加大家的家 我剛才聽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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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的教授 他都說 基因啊 那個基因沒有不改 所以沒辦法改 我研究就是按人的基因 改變 人的基因 身心靈 在靈性的基因 動物性的基因 跟人性的基因 這是用DNA DNA做參考 因為中國大陸 他把所有文化 我們發明這個系統的文化 把他文字改掉 所以 我們現在台灣的人 有研究這個文字道 文字 我們台灣人看 中午我看他們 他們那樣的 像簡體字 我看得很解僱 不自然 看有人要看我的意思 我是這樣研究 這個 強調我們台灣的政府 台灣 台灣的人民 動物性的DNA DNA 要提升為 孔子講的 人性 那個DNA就對了 那是我 我現在跟 大家介紹 還有這個5G 剛才有這個 來 你說5G的問題 我今天 給我上課 我講說 5G的用力就對了 跟4G的用力不一樣 4G那個用力是說 要找大4G 那個 那個 嘴到那個 那個 那個 比較多 那個 那個 圓頭人家再來應用 但是5G 就是5G 在裡面 就是說 可以找到這個人 他的優點 在哪個地方 就找 用這個 要這個優點來 在他 請他來 來做 做這個 來做 在建設這個社會人有 這是大大的 我聽我的意思是 這樣 我是說 我的心得 要幫我大家做參考 還用我們現在 跟中國共產黨的分子 然後在中國 的華人來交流 沒辦法 沒辦法停止 因為這是已經沒辦法回頭了 沒辦法說 中國 跟中國大陸分開 不可能 所以就是 我們 我今天有在外面說 人外要 以前安慰 不是說 我們今天 跟 外國 世界交流 我們 對台灣 我們人民 是最優秀的人民 因為華人的層次 裡面 我們台灣 可以把我們的 歷史和文化 都傳承 在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人 人家說 那些道德經理 都散散落水 我們台灣最優秀的人 都來 在我們台灣 關於台灣這個土地 這是我 知道的部分 跟大家的建議 下次有機會 要這個人談 謝謝 謝謝這位朋友 那我們 再請那個 搶銷手 很感謝 今天就是 聽到這個 討論這個問題 我前幾天 上個月 就說 有一次到AIP裡面 開會的時候 就有跟他們聊天 聊到 他說其實 現在 在美國 有很多的職位 過去是 由中國移民 擔任 慢慢 就是說 可能都會 會做出 調整出來 比如說 有的投資 有的是 科技公司的 職位 對不對 他說 實際上這個是 台灣人 可以去填補 這個空間 最好的時候 那 我又講到說 好像 聽起來 好像說 我幫 我幫這裡 似乎沒有 特別去注意這種 就是說 在美中 貿易戰之後 所 造成的這種 就是說 這種空間 我們過去 有一段時間 我們在美國的 這個 不管是留學 移民 各方面的這個人 人都越來越 就是說 勢力不夠 人越來越少 的情況下 其實這應該是一個 滿好的機會 那 我們到底應該怎麼做 是不是 能夠請三位 就是說 給一些更具體 去組的一些 想法和建議 謝謝 好 謝謝我們台師大 楊聰隆教授 就是我們有社的 公關文科的主委 那我們再請 這位頭 我們蒐集幾個問題 然後請大家的問題 就是稍微間斷 那我們講者 有更多的時間 可以分享 大家好 這個我是台北城市科大的 退休的老師 那個 這個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 這個我對這個題目 這個已經 已經有這個期待了 一個禮拜了 可是這個 這個 昨天晚上 看到這個 網路的新聞 啊 這個 美國跟大陸 已經達成 第一階段的和解了 結果 我這個 今天一來一看 哎 到現在為止 到這個 現在為止 顯然各位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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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先講的話 並沒有一位 昨天晚上的這個新聞 而改變了 所以這個 這也很難了 因為我自己在學校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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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了33年的老老師 要在這個 演講的前一個晚上 把這個內容要改 事實上其實是 是 是蠻難的 因為我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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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念建東跟大學念交大 都算是名校 我本來上 在台灣的一半圖圈 是跟大陸做生意的 在美國的一半圖圈 當然就 主要是做美國的生意 當然他們也有外銷 不過 基本上美國市場 做內銷其實是比較 比較多了 我聽他們的說法 就是那個 中美貿易戰 大陸的受傷比較重 但是美國其實也有 也有受傷 美國並不是沒有 沒有受這個 受傷 這個 我在美國也 這個 這個 也這個 也這個 唸過幾年書 這個美國的經濟體制 當然是比大陸強 這個 這個沒問題 但是事實上 美國其實也有受 受傷 所以我想 這個 提出這個前鑒 謝謝 謝謝 然後我想你先請 那邊就是 因為他剛剛先舉手 那我也先回應一下這位朋友 其實我相信在場的講者都是你 三十分鐘之前跟他們說要改變題目 他們都沒有問題 那你好 畢竟有說辰 來自一些也是蠻關心這個議題的人士 那非常感謝三位專家給我們一些很好的一個收錄 那我只對其中一部分就是經濟發展的那個區塊 我想一下請教就是說 剛剛說有台灣的很多的企業 已經慢慢往國外去打 因為其中在大陸其實是風險很高 那其實台灣跟日本跟其他國家的貿易也是非常緊湊 那我想瞭解就是說到底是 韓國也是外銷跟台灣的一個競爭的一個 位接跟蠻烈士 可是他們好像在列銷的部分 就是會有一個平均值 大概百分之四十還是六十萬金 那台灣好像是百分之一百二十幾 都是完全靠外向 那內銷就是空缺 要不然就是沒有一直喊說 要內銷要有一個很好的一個發展 可是這一個區塊是為什麼沒有一直有活力的 因為造成台灣在很多的一個外貿的一個 或多經濟的一個敘事是 其實是蠻偏風險 剛剛也有提到 那第二個就是說 將來剛剛也有過 有其他都管東南亞或是其他國外市人 已經推廣的時候 其實是 台灣是不利於FTA 這個畫面都沒有簽 那很多的一個國際關係 其實是 好像在民間自己 包括鼓掌的一個區塊 那我不知道這個 將來在有很多的專家 學者或支部 可以跟政府部門 還有一個區塊 將來是怎麼樣去達成公司 讓台灣很多的一個地方 外殼公 外殼公 內殼守的公司 這個是我想了解 那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有 其實我們都給職政黨很多的一個機會 那可是好像 這次那個ERM通過台灣支 很高的一個比例之後 大概 剛剛也有提到這個 好像沒有很差的一個 做文或進展 那將來這個區塊 是有承擔的一個方式去 去政府跟民間可以更積極去合作 這樣 謝謝 那剛剛師傅在這邊 好 有朋友 好 主持人各位講者 還有各位縣長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叫陳永昌 然後 偶爾也會在自由時報上面 發展一些文章 禮拜一剛好跟江教授 同時見報的機會 然後 然後 我這個剛剛 剛剛 賴教授也提到 5G 這個是現在科技戰 或者是整個價值體系的戰爭 可是我們 後門早就已經開不到幾萬多少的後門了 這個是一個 在辯論或者是在這個補強上一直沒有辦法去 我當然認同說這個是科技戰 主導未來可能是未來幾十年的這個兩國國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 另外要請教剛好在座應該也都可以看到 上個禮拜通過的這個國防授權法案 除了5G以外 現在又有所謂的電動公車 或者是軌道車輛 這個很難去理解說這個邏輯 或者是怎麼來 合理化說這樣的一個思考 好 那請教再多四位教授能不能幫忙緊迫 謝謝 好 謝謝這位朋友 今天大家的提問是非常踴躍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然後我們第一階段的提問 我會請就是講者 就是就他們就是比較有感的這個題目部分開始回應 謝謝 謝謝這位朋友 那我們剛剛是不是 逆著就順序來 就請那個江教授 好 謝謝這位朋友 這個不好意思 在我又更了解 我想第一個是 就是美中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問題 這其實我追一下我就想拿 好 然後如果 這個 因為今天我們討論這個議題 我們現在主要還是沒有看到我 所以 而且如果說您對這個議題 對我個人的前見有興趣的話 好 這個網路上 有個節目叫年代向前看 好 那個由他沒有辦法剪下 所以我要跟你講 好 所以 第二個呢 就是說這個 您的 這個對我們的執政 我的知識非常難切 不過我記得江教授是台大VL 應該也還算名校 好 那這個 徐江好 謝謝 那邱老師也是台大VL 也是誰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台灣對於這個 中國議題的重視程度 其實因為我們現在跟他們的 白網關係是非常的密切 所以每一個人其實都有每一個人的看法 但是 作為政府的領導人 當然這個 這邊我不是政府的領導人 我們應該要從某個 就是要從宏觀 而且比起個人的觀點 就是這個 不能夠完全就是從 單一的來源或者是理解去出發 我認為這是比較重要的 那剛才我們已經提到就是說 其實 現在台灣對中國的依賴是非常大 所以換算說中美方向如果繼續惡化下去的話 其實對台灣的傷害是一定存在的 一定存在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說外商 這個台商回台投資 是 台灣已經超過八千億台幣 對不對 但是八千億台幣是差不多兩百六十幾億 七十億美元 這個聽起來的數據是蠻大的 但是呢我們看我們現在一個月對中的經貿 就一兩百億美元 對不對 換句話說他這個 這個只要損失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幾個月下來 馬上那個就吃掉了 所以台灣真正的問題是說 我們要看到花朵 也要看到花朵上面的字 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那個 楊聰龍教授 這個提到那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但是我個人認為 台灣長期以來 重中輕美這個是一個事實 那今天來講 台灣到底是哪一些特定的族群 對移民美國或取得美國的身份 這個是比例上是特別高的 然後這些族群呢 基本上在對於台灣的認同上 是不是 或者是對中國整個態度上 是不是能讓美國信任 我想這個恐怕是 美國會更加去思考的問題 就是說 雖然你現在不是中國移民 你換了台灣移民 你換了台灣移民 但是這些新來的台灣移民 對於美國、中國、台灣之間的態度 是真的會值得美國信任嗎 這個 雖然我講這個有點直率 但是 其實很多的美方的朋友 已經在注意到說 台灣的社會的分歧 跟這個族群之間 這種 潛在這種 難以解消的問題 以及說 對於未來這個 台灣道路怎麼發展 其實 還是處於一種 這個 不想做決定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這個 影響那個海洪神獸 我覺得那個影響非常大 那麼 報告者還有什麼其他問題 提到一些美東貿易戰之後 那現在台灣 你覺得 就是剛剛提到滲透的情況 台灣有什麼 可以提出來的做法 我認為滲透的做法 第一個就是 反滲透法 這個 這個 目前來講 在立法院是二點 那個雖然來得晚了點 但是 總有總比沒有好 這個看有沒有辦法說 在這個大選前 能夠加法記讓他通過 至少有一個宣示的作用 然後呢 這個 昨天通過的是 國家情報工作法 這個 對於這個 從事這個 間諜行為 也是忠真追溯 但是呢 現在來講 我們對 這個滲透行為 恐怕還是 必須建立在一個 敵我意識的 這種 釐清上 不然如果沒有 敵我意識的話 這個 要去 事後處理 那個問題已經造成了 就是你現在 就算把那個蟹命人 抓來這個槍斃 可能那個 機密也已經出去了 所以 怎麼樣能夠培養 這樣子的 敵我意識 我認為 要談 滲透必須要先搞懂這一點 不然的話 那個沒有敵我意識的話 這個 可能 對這個行為 不會有 這種 防備 那這個 等到事情造成 那這個要再 這個事後事實處發 我覺得是比較 比較困難 第三個也就是說 現在 客觀上來講 台灣的選舉 馬上就到了 這個選舉 其實就是 全世界都在看台灣人 會做出怎樣的選擇 這個 這個 我們不能說 我選他 但是我沒有贊成他 做什麼事情 來撇清 作為公民 作為台灣社會的責任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 這個 目前所有議題的發展 這個 都會隨著 二十幾天後的選舉 會有 很多不同的變化 今天請 來教授 剛才 就是 也是個名校校友 提到就是 美洲貿易戰 那當然貿易戰 從來沒有說 一邊輸 一邊完全贏的 一定是兩邊都會有輸 那就看誰輸得多 誰口袋深 誰 誰挺得比較久 因為貿易戰 其實要打貿易戰的 那個 最終的那個 期待還是要有一個 符合自己期待的協議 那這樣 這樣子才有辦法 去see 這個victory 其實如果說 你看那個 昨天的這個 結果 或者是說 其實這個結果 大概在之前 就已經on and out 就一直在這裡宣佈 可能會怎樣 可能不會怎樣 其實關鍵態度就是 中國他自己本身 給多少東西出來 那美國他要給的 已經就在那個地方 我就是這個樣子 我不會再多了 那就看中國他要給多少 然後美國願不願意結束 就這個樣子而已 那目前看起來 如果說我們這個 比較明確的是 美國他給的東西 美國他25%的關稅 跟那個部分 2500億他並沒有取消 然後他也先說 這15號就是在這個 明天要開始 對剩下3000億裡面的那個 15%的關稅 他把它降低到7.5% 所以說也跟原先的說 為了 如果中國他有 可能有這個協議 所以說 我會把12月15號 那邊關稅 我把它延遲 或者是說我會取消 也不是 他反而採取去辦的 所以從這個地方來看 光從美國這邊 所答應的內容 你就可以發現說 這個所謂的 Face 1的deal 其實根本也 第一個 不可能代表 美中不會再繼續打下去 第二個 很有可能是 中國他給的東西 美國實在不滿意 所以他並沒有把它拿掉 那在這個地方 就完全不影響 在這個地方 是我的判斷 那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剛才那個楊昌宏教授 我覺得你剛剛講的 那部分其實很重要 因為我從我講 另外一個小故事 就是說 你剛剛提到是說 有關於那個 美國政府裡面 他對於這個 中國籍這邊的一個限制 那實際上 這個在智庫界裡面 出現另外一個情形 是說 在那個智庫裡面 做中國那邊研究的 他們開始 有兩個新的 很微妙的一個發展 第一個 就是說 對於中國籍的 他這邊的限制 可能變得更嚴 甚至你能夠接觸到 計畫的密的層級 可能就隱密 就完全看不到 因為你要做計畫 你要看密的以上的那些資料 才幫你做研究 特別是 跟政府相關的 那個 政府委託的研究 那更有趣的是怎麼樣呢 他這件事不僅是在 對於中國籍 還包括 在中國有經驗的美國人 就是說 在那個之前 在中國有經驗的美國人 他們回到美國 發現說 政府的這個職務啊 特別是那個 你要去考那個情報 或者是到那個 國務院的體系裡面 他不讓你考了 然後你要接政府計畫的 這些人呢 他就 你接完了 他就不會讓你接下去了 所以說 造成怎麼樣 美國現在中國 政策研究學界 出現一個很普遍的困擾 就是說 他們現在 既有的研究能力 要大幅換取 因為很多是在 中國那邊的美國人 都講的不是中國籍 是美國人 那其實從這個 回到剛才 到底美國和中國 現在 是真的沒有冷戰嗎 如果說 你如果沒有冷戰 你怎麼去解釋這些 實際上 都已經在發生的 那個情形 更不要講 在政策上面 出現的那個狀況 以及 已經被標定 從國家安全戰略的 這個文件 然後到那個去年 今年的這個 美國印太戰略 然後美國國防部的 印太戰略文件 還包括了副總統兩次的那個演講 以及等等 所以這個趨勢是非常非常清楚 他也不會因為 川普他上台或下台 而有所轉移 那實際上可能最大的問題 是有人講 是川普總統本身 因為在這裡面 對於中國要採取非常強硬態度的 那個最猶疑的 可能是川普總統自己 可能是像這樣 那當然這是一些 那個 因為這牽涉到 對美國行政當局的一些看法 那我這邊就不覺得 你不要再多說 那再另外一點 就講到說 那個台灣和 有關未來的發展 就是台灣和中國之間的 經濟上面的那個 的那個狀況 其實現在 就總體來講 他是短多 因為開始回來了 中空 就是那個 貿易戰 對台灣還是會有影響 但是還是會長多 因為他會重新去 那個 藉由工業的改組 會讓我們重新去調整 我們自業體質 但是我們現在講說 那個我們短多 其實短多有些部分 是台灣在這個時候 剛好兩邊跑 因為美中貿易戰 美國要求 他是說 我要你不要再重新出火 要從別地方出火 或從台灣出火 所以說有轉單效應 轉到這邊來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中國他要去避免 他的那個東西 被美國克不安萃 他也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 他想透過台灣西產地 有啊 所以說這是為什麼 我們講到說貿易 雙方之間的貿易 為什麼進口 從中進口進口那麼多 因為我們的廠商發現說 從中國出去到美國 被課關稅啊 他就改到台灣這個地方 如也三國再出去啊 所以我們自己的廠商 從中國進口進來 這邊變得多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怎麼樣呢 中國他那個要 因為面對美國 現在科技戰爭 準備彈藥 要大量從台灣這邊去 那個訂單嘛 所以台積電現在 訂單接到手軟 對不對 還包括前陣子 在去年 這個更好笑就是聯發科 因為聯發科 那個美國那時候 當時不是對跑 是對中心 結果聯發科那時候 接到一堆中心 他的訂單 哇他就出口了好高興 然後為了這樣 還有可能 逼使國貿局 趕快在24小時內 讓他能夠出去 所以現在短多是 台灣剛好 你們講 美中兩邊都要同樣拿好處 但是這個東西 沒有辦法持久 那所以說 這會出現一個非常有趣 就是跟我們一般直觀上面 完全相反的現象 怎麼現在明明是要轉單了 要從中國可能要降低了 怎麼反而這次增加了 兩岸之間的經貿 人的數量在增加 中國對台灣定嘛 然後台灣有的自己的廠商 過去從中國出口的 現在改從台灣出口 所以說也出現這樣的一個 增加貿易量的狀況 但只有基本上 如果說我們認定是 這是因為貿易在說 產生短期效果 它就不會持久 它可能大概 那個三年之內 它就會回復到 我們原先預期的 這個長軌是這個樣子 那原始我們在談到 這個問題的時候 因為貿易戰它才開始 所以一開始 它會影響的就是投資 所以說這是我們為什麼 在看到現在很短期之內 有這麼多所謂投資的狀況 那投資你也不太可能 在廠商來講 它馬上停止對中國的部分 它會readjust 它自己在中國 和中國以外地區 之間投資的比重 所以它有可能 會提升在其他地方的比重 降低在中國投資的比重 但因為你在中國 進行那個操作的時候 你還是會有那邊的錢 你還是要必須把錢投過去 所以說也會 會影響這個樣子 會讓台灣對中國投資 還暫時都不會停下來 我是覺得這個 這個有些數字後面 它說反應狀況 我們可能要進一步再去想 但是如果說到了那個 過三四年 還是這種情形 那我們可能要再思考 原來我們這個預設是對的 最後一點就是 有關於5G這個部分 因為特別是在講到說 有關後門的這個問題 對不對 其實現在包括歐盟 它討論5G 大家所看到 不是說製造原件 本稱它的後門 而是說5G它後面一定會有很多 就是有後門的建築 是這些服務 你在那個地方進行服務的時候 你的那個處理 而且那些服務都是在 中文自己本身 那個地方所做出來 就把它弄過去了 因為它可以雲端 就去下載 直接改變軟體 那這個軟體 你要把它插出去 不是那麼容易的 特別是對很多軟體 它又怕保密的條款 所以說它到你手裡 你沒有辦法去拿它的軟體 本身的這個Source Code 它到你那個地方 一定是經過encrypted 你看到通通的亂碼 你怎麼解 除非你有那個金鑰 不可能 所以說這也是 那這個東西剛好 它是利用民主國家裡面 對那個智慧財產品上面 的一個尊重 所以說它不會要求強制你 把Source Code給出來 但有的會因為國家 要求你要給Source Code 但是給Source Code 是Service Provider 不是只稱這種Equipment 那Service的那個 Actor Service的這個 服務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像 那個地域政策牽涉 有關於歐盟 它在美中貿易戰的態度 那為什麼歐盟 它現在對5G這裡面 它那裡有一些 比較不同的看法 有一些國家 當然不是說 每個國家都 那個反對美國的立場 而是說 有些國家 它依然認為說 中國它華為 已經在那個歐洲裡面 很多國家 包括像瑞士等等 已經有非常大的距離 然後華為 從它的既有技術上面 把upgrade 很便宜 然後 那他們也認為說 如果說 有辦法在這Service上面 來對它進行規範 會不會能夠去 有效的防治 或者是有效的降低 5G這邊所出現的問題 他們有些是這樣想 所以美國 那他說 你們這些笨蛋 然後那個太過天真 但是的確啊 有人就是這樣在想 那有些國家是這樣在想 謝謝 今天講到這邊謝謝 好 這個時間差不多了 我覺得儘快 剛剛我們這個 這個 城市大學 那個 退休的我們的先進 其實 我不曉得說 稍微比較晚 我第一段就講 這個新的協議簽訂 不知道 如果人家看得更仔細 我連投影片上的這個 只會把那根裡面的 是改掉的 我覺得本來是寫 無論第一階段是否簽成 我都把它改成 即使第一階段都已經簽成 對 我認真 只會沒睡覺 很重要 好 來看一下 那 當然這個 講到受傷的問題 當然沒有受傷 比如說現在美國 業界有很多爆裂 就是 從這個 課了這麼多關稅以後 到美國很多朝商的成分 也很高 然後消費的承擔 那 農民的東西賣不出去 這些都是他受傷的部分 這個我們都會了解 當然 現在 但是看起來 這個美國對川普政府的支持程度 並沒有明顯的不好 當然有很多的原因 譬如包含 他現在每天收這麼多的稅 就拿來補貼 所以農民也跟受寫說的 也不太好意思 一直罵 類似這樣子 這個還不是真正重要的原因 真正重要的原因是說 他受傷也不錯 但如果川普不這樣做 會發生什麼事 這個經濟繼續被偷嗎 四、二、三、三、二繼續被人侵略嗎 繼續被強迫 技術移轉嗎 所以過去的這些 撕虧的情況要持續下去嗎 如果不這樣做 不堅持這個貿易戰 恐怕美國的受傷還會更重 所以這個是 某種程度的結構性的問題 所以我一開始就講說 所以第一階段當然是 某種程度大概看起來都得到一些東西 但是恐怕後面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 才是更麻煩的事情 好 那這是第一件 那第二個就是剛剛 楊教授提到的 我覺得會有兩個小故事 這跟宇宙一樣 那我最近的學生 要申請出國留學 過去幾年 因為美國的大學 大概都比中國學生 比較多的機會 最近看起來這兩年好多 我們學生申請九間上八間 現在美國對於台灣學生的這個程度 這個優惠的程度 其實是很明顯的在轉變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因為我工作的關係 我這兩年去了三次 史丹夫大學 史丹夫大學 他們很多獲取 老一輩很多台灣的教授 他們非常 一直以來非常憂心的事情 就是斷層 從他們來之後 就全部都是中國的留學生 留下來的 所以台灣人在這個史丹夫教授的 這個數量越來越少 但他們這兩年 非常明顯的感受到那個轉變 很多他們在史丹夫的老師 去了中國回來以後 就被調查 那當然嚴重 那現在過去 因為大學教授 我對這事不一樣 有人要捐我錢 要幫我蓋實驗室 要把學生送過來 什麼都好 有錢什麼都好 好 現在敏感到 所有的在美國大學裡面的教授 他今天要說錢 他就確定 這個都應該跟中國人有關係 不敢說中國人 這個東西都在轉變 那最近看到 其實美國 你看ARP也跟我們談 很多台北合作 特別是人才合作 剛剛總統講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現在不在政府 但跟我相信 這個東西是一個前左未有的契機 然後包含將來 美國要做一排三排這些事情 跟我們心來向的結合 在這個人才上面的 這個互相合作 其實都很重要 我昨天才在一個場合講一句話 我就說 台灣要避免人才外流很難 不容易 我們薪水真的不高 要避免人才外流很難 怎麼樣 不要多留到對岸區 那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的人才 譬如說跟美國合作 跟日本合作 那至少在人才外流的同時 尤其是bitbag跟台灣的產業 有點相關 可以隨著台灣的產業成長 不然政府可能要導致到這個方向 在暫時薪資沒有辦法 很有效的提高的事情 所以我想這個東西 應該是 的確是我非常同意的 重要的 好 剛剛陳先生也提到 你的問題好多 我真的要講一點小的 我簡單講 李雪 你的觀察很好 蔡菁八年大家說到 激動海嘯的衝擊之後 包含這些亞洲 以出國為主的國家 包含你們的出國為主的國家 包含你們的出國為主 其實日本都是以出國為主 他們有些比例很大 韓國 或者是中國 或者是台灣 其實現在台灣 相對來講 是這些東亞國家裡面 還是最不注重內需的國家 但是因為這個東西很難 你要注重內需 要薪資驅動 有錢才能買東西 你要注重出口 薪資不能太高 那就是成本 所以你要內需和外需 同時往前推 這個是非常難的事情 所以現在政府在推內需 只能從一些特定的角度 譬如說長照 都更 但這些都是一時性 真的要健康的內需 還是必須要讓薪資能夠調整 長期才會有比較健康的內需 我們對出國的依賴的確很重 我們出國加進口 這個所謂貿易存度 已經高到超過120% 最高到140% 韓國也很高 但是通常沒有超過100% 所以他們現在注重內需的程度 大家都知道太依賴國際市場很危險的 所以你看到 我們大家看來想 韓國、日本現在要放假救經濟 我們要加班就經濟 人家要不要加班 馬上會看你 對不對 一力一休 一定要看你 為什麼不讓我加班賺你錢 所以這樣子 那個思維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東西都是 非常結構性難解的經濟問題 真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但國曾剛剛提到的這些事情 我也很同意 但是我說實話這個東西 加班一定會對這個年中的貿易戰 或是中國的經濟衰退 所以某種程度會對台灣經濟帶來影響 這個我都同意 但是也就是會帶來影響 所以我們怎麼樣去想辦法去 通過各種方式 發展力 發展跟其他的國家連結 去想辦法把這些可能過去中國 帶來的福利因素 盡量的把它削減掉 那否則啊 我剛剛幫你講一件事情 你現在回頭想想 我真的是 我不曉得各位同不同意 我真的是非常清醒 我們當初把福茂擋下來 你看看香港的國營動 對不對 如果我們要趕下來 現在啊 來來去去 我們所有的服務業 香港遇到的這些問題 包括房間 醫療、衛生 所有大家遇到的問題 我們可能都在承受 所以這個東西有的時候 因為歷史過去了 我們就不提它 但是事實上 如果你去做這個 做一點比較的話 你會知道 我們其實還蠻慶幸 現在在台灣的經濟 自主性還算高 好 那這個 所以有的時候 當初我們對 EFA的疑慮 對這個 這個福茂的疑慮 市場都是有道理的 市場也後來 都慢慢在驗證 所以這個 這個趨勢也讓我覺得 其實 台灣還有更多努力的空間 好 這是我先簡單的 給大家看這個地方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今天 就是在場的朋友 就是非常踴躍的提問 但也謝謝三位講者 他們又提供一輪 他們很精疲的分析和意見 那身為主持人 我真的要跟大家致歉 沒有辦法 在時間之內 我知道大家都意猶未聽 我就是在午餐之前 就想要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覺得還想要多了解 這些真講者 他們心裡面就是知識的保護 請去買他們的書 然後可以去追蹤 就是有這些 我們的學者專家 他們的節目 或是網上的一些影片等等 那也相信呢 我們黃帝寅理事長 因為我們有設長期在關注 就是這些相關的民主防衛 中美貿易戰之下 台灣的角色 那未來一定 還會往很多 一些相關的活動 歡迎大家就是繼續關注